月圆之夜,王一博的祝福与即将到来的《巴黎之旅》。 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喜悦。 在中秋的宁静夜晚,王一博竟然主动发文送上节日祝福, 真是难得见到他这么热情的互动。 在这样一个充满喜悦的双节时刻,不如我们一起来做点有趣的事情, 或许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我们呢? 没错,正是我们心目中的豹子,王一博给大家带来了中秋的惊喜。 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张明亮的月亮照片,并附上文字, 中秋快乐,祝大家都好。 粉丝们看到后都非常兴奋,这份不经意的酷,也正是王一博一贯的风格。 在中秋之夜的20.16分,当王一博发布了那条信息时, 无数粉丝和网友都感受到了这份温暖的祝福,让他们的节日更加幸福与甜蜜。 对王一博的喜爱让大量粉丝迅速涌入,纷纷在下方评论送上自己的中秋祝福和心意。 不出一会儿,点赞数已经超过了百万。 这正是王一博的独特魅力,他的人气和关注度一直都保持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真正做到了人气之王的称号。 中秋,向来被誉为团圆的时刻。 王一博分享的月亮照片,不得不说摄影师模式的他又上线了。 仔细观察照片,除了明亮的月亮,还能看到什么? 细看,还有那颗闪烁的起明星,唯独少了王一博的自拍。 但这并不妨碍,因为这份节日的快乐与分享,已经被大家都深深地感受到了。 王一博这个中秋节确实过得非常愉快,这段时间可以稍作休息和放松。 但看似他的忙碌日程很快又要开始了,他的下一站是充满时尚气息的巴黎。 更令人期待的是,王一博的时尚事业也日益蓬勃。 据悉,他将于10月1日启程前往巴黎,参与那备受全球瞩目的巴黎时装周。 想必他会再次为我们带来一场视觉盛宴,让我们共同期待。 重新踏上国际舞台,王一博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预计会带给大家一个崭新且令人震撼的展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身为香奈儿的品牌大使,将会在香奈儿的时装秀上露面。 这一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粉丝们的极大关注和热议,期待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王一博在时尚界的名声逐渐展露,他独特的时尚感和那种从内而外散发出的优雅,都受到了业界和粉丝的一致赞誉。 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香家小王子,他是那种可以完美诠释小香风格的人,已经成为了一名时尚icon。 与香奈儿这个品牌的特色完美结合,王一博展示了如何将小香的经典与自己的风格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引领时尚潮流的存在。 香奈儿,作为国际上的高端奢侈品牌,无疑在选择代言人时会非常挑剔。 王一博能够成为香奈儿的品牌大使,足以见证他在时尚领域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反映出他与香奈儿的完美契合。 可以说,香奈儿对这位新宠儿的宠爱已达到了顶级。 从精美的珠宝到时尚的单品,从各类新品发布会到大秀的C位,香奈儿都在全球范围内展示着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明星王一博的风采。 在成为香奈儿品牌大使之前,王一博早已在众多时尚杂志的封面上露面,几乎把时尚界的重要杂志都占领了。 王一博所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和形象,那种不做作的,天生的自信,使得整个时尚界都把目光投向这位当之无愧的一线明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次,作为香奈儿的品牌形象大使,在巴黎时装周的T台上亮相,对王一博来说是对他在时尚界地位的进一步确认。 真是令人惊喜连连。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王一博所分享的风景图,还得知了他即将在巴黎时装周上大放异彩的消息。 期待在时装周上看到王一博带给我们的惊艳时刻。 王一博的动态总是备受关注。他分享的月亮照片为大家带来中秋的祝福,每一次亮相都充满了惊喜和期待。 而他即将参加的巴黎时装周,无疑会成为新一轮的焦点。王一博与时尚的结合,总是那么引人入胜,令人期待他在巴黎的精彩表现。 请参加! 感谢观看